大家好 欢迎订阅 我们就准时来开始 今天当然立法院是大会 我知道环保署那边也有一场 十点半 那么我们今天由我们环环 看守环保联盟 台湾在世内推荐联盟等等 那我们来办这个殿内法乱修 全民遭殃这样的一个记者位 事实上我们觉得非常遗憾 非常难够 甚至感到震惊 那么因为殿内法是很久没有修了 但是在这七八月以来 那个新政武执政以来 我们也一直看到很积极的 很有理念的在把这个殿内法在推动 我们来环团大家非常多次的讨论 或是沟通 现在是沟通 那昨天修一个一读版的殿内法 那我们觉得不去谈这些内容 但跟我们平常举手可得的那些 殿内自由化 殿内如何的改革 那目前的殿内的问题 这些都很清楚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有很多团体 我如果要再简单说 有一些个人或团体是参加 或是不方便参加 因为大家知道利益团体 尤其是人联在主导的这些势力 非常庞大 非常庞大 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就来请先由台湾黄导联盟 刘金秀会长来做我发言 各位记者 李氏先生 昨天订阅法一读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看了这个一读的这个结果 我们非常难过 他们造行政院的讲法是说 先把利益自由化 但是昨天的修法 让我们觉得利益自由化 它这个名词其实只是什么 只是要推脱 要拖延这一次的改革 大家都忘了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如果只要用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的话 其实台电如果配合的话 这个利益自由化 这个利益的问题 照这个修法 如果照这个修法的成果的话 其实都可以解决的 但是呢 他美其名叫电业自由化 但是做了这个修法 结果呢 其实根本是沿地踏步 根本是没有动 然后呢 他说还有二阶段 六到九年 那六到九年以后 到底会是什么情况 其实我们很难以策 那我们环团 所主张的所谓的电业自由化 也不是说 这一次的修法以后 大家就 明天后天修法完成以后 隔天或是一个月 就要 就开始怎么电业自由化 就有办法电业自由化 我们了解 整个电业自由化的过程 它必须要是一个 冗长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你法律如果没有规定的话 它根本不可能往前进 结果昨天呢 他用一个这个名词 说 你先让利电自由化 那事实上呢 只要台电配合 利电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利电自由化 其实早就可以做了啊 台电搞了二十几年 我们一直在推 利电的这个 再生能源的部分 台电做了二十几年 结果我们现在呢 再生能源几% 不到 供电量不到2% 好 那现在修法 我们说 2025要到20% 我只是怀疑啦 如果继续这样的话 我们又拖延了 六到九年以后 2025真的能够到20%吗 这个是我们 团团呢 所在意的 好 那我就 简单来讲一个 他昨天 讲的说 所有的IPP 就是独立供电者 他必须要有备用的容量 那我们了解 再生能源呢 在目前的情况 其实 也被人家最感觉最 就是说 感觉最大的缺点 就是他的供电部门的部分 譬如说太阳人 白天有电 晚上没有电 轰人 有轰的时候有电 没有轰的时候没有电 结果 他规定IPP 就所有的电厂 独立电厂 他都必须要有备用容量 那如果说他需要有备用容量的话呢 那我们是不是会要求 比如立电的供电者 就是立电的发电者 发电业呢 他必须要弄一些太阳能板 或是弄一些空机 他平常不开 啊等空来的时候再开 不是啊 等把它当作备用容量 啊等 等切电的时候呢 他才 他才开 不可能的事情嘛 在目前的这个情况 尤其是我们现在除电的设备 还没办法 除电的技术 还没办法 达到我们现在的要求 就除电的要求的情形之下 他既然要求所有的IPP 全部要有备用容量 那这简直是开玩笑 简直是开玩笑 你说其他的发电业者 不管是燃煤燃气 他有备用能量 那是当然的啊 我们需要有一些基础 备用嘛 对不对 在紧急的时候需要用啊 但是 风能太阳能就是什么 就是有风的时候 就是要发电 有太阳的时候就是要发电 那这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 备用能量的这个问题嘛 对不对 那如果将来 我们的除电设备 能够做得很好 除电设备能够做得很好的时候 技术能够很好的 技术能够很好的 技术能够发展到很好的时候 那那时候才来要求说 他除电的这个 费用容量是怎么样 对不对 那但是呢 他并没有这样子的规定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痛心啊 非常痛心 因为这一次的电设法的修法呢 却是延替大户 而不是妥协 他根本就是欺负于台电员工版 就是台电员工呢 要求的呢 他照张全收 那台电员工呢 也很厉害啦 他已经让行政院照他的版做了 他又怕我们还团呢 又怕我们还团 抗议 做了一些 比较进步的修正 结果呢 他又请了两个国民党的立委呢 提了两个 所谓的 电业法的修正版 也就是 被戏称为 帮助台电版 帮助台电的版 所以呢 造成今天 一度通过的电业法呢 我们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抗议 抗议 这个政府呢 抗议这个政府 他既然 被利益团体所包围 台电员工就是他们的利益团体 被利益团体包围 他们欺负了 他们欺负了 那 对环保 环保团体来讲的话呢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 这是一个我们 在过去 在过去 二十年 二十几年 三十年 我们台湾环境保护联盟 已经三十年了 过去三十年 所强力支持的一个政府 他今天 既然做了这个 这样的 这个电业法的修法 让我们呢 觉得非常非常痛心 所以呢 我们今天 所有的环保团体呢 都要来这里 来跟政府做一个抗议 今天这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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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妥协 他欺负于台电员工的这些要求 然后呢 用一个比较好的 用我们的名词 说电业自由化 然后呢 来处理这个电业法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 要非常严重的抗议 非常严重的谴责 这个行政院的这一个 电业法 同时 对立法院 配合行政院 来修 照他们的方式 来修这个电业法呢 我们也要很严重的来抗议 那我想呢 我们等一下呢 我们有很多团体呢 他对里面的一些细节呢 会有一些阐述 那我们现在就请 各位细节 来 我们现在就请再生人员 发展联盟的高卢平理事长 是 来 等一下在那边 好 其实 礼拜三礼拜四的这个电业法的修法的过程 其实我们也透过IDOD 实际上面 看到 那真的是 让我们有 有几个心得 第一个 就不禁让我们开始怀疑 小英总统的这个选举支票 是不是假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知道 小英总统在 提出 在选举的时候 就提出来 2025年 20%的这个再生能源 的这个目标 从这个电业法的这个修法里面 其实我们看不到在绿电的自由化的可能 第二个就是说 在这个修法的过程里面 我们其实 真的是看到 有太多台电的参与在里面 明明就是 台电就像是一个 已经快要退休的老人 其实躺着 就可以拿着退休金 就可以好好地过日子 那再生能源 其实就是一个 才刚刚起步的一个小baby 可是呢 在这个整个会场里面呢 我们就一直听到 这个 讲到 备用容量 讲到这个代数费用 讲到这个 职工的这个线路费用 讲到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呢 都要求 再生能源要跟 所谓的 传统的这个 核能电厂 跟这个火力发电厂 要讲求公平 这是真的公平吗 这到底是歧视再生能源 还是帮助再生能源呢 这是不禁让我们真的是怀疑 这个帮助绿电根本就是 以绿电帮助绿电之名 其实是欺负绿电之实 那在这个绿电先行的 这样子的口法下 其实我们其实是看到 是让绿电 我们都知道 其实很多的这个 如果说你要保护一个 野生动物 你可能会先希望 能够让他脚站稳了 然后试试看他 能不能适应这个环境 然后才会让他去飞 可是现在的情形是下 就是让绿电你自己先走 然后就死在那个沙滩上面 就是绿西龟了 就在那个沙滩上面 就这样自己死掉好了 因为你也没有走稳 你现在台湾的再生能量 才2%而已 就叫他什么东西 他的那个要求的 备胆容量 要百分之 备转的备用容量 又要一定的 又要一样的付那些 宪布费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情形下 我敢大胆的预测 明年的今天 或者是两年后的今天 所有的再生能源 就是台湾的绿电 全部都卖给台电 那台湾的所有的再生能源 就变成台电的代工厂 那就是这样子的情形 那有没有不好 有没有可能会达到 百分之二十呢 是有可能 可是大家全部都是变成 台电就会变成一个更大的 的一个 怪兽电力公司 因为 经过这一次的这个 电验法的修法 台电公司 明文在这个电验法里面被保障 它变成 除了一个现在的台电公司 它还变成一个控股公司 它会越来越大 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托拉斯 现在都没有办法去改变台电 现在目前 就是我们知道它的这个 一整年光是这个 要税修 好的这个比例 占了百分之十三趴 我们知道 我们的核能电厂去年的这个 占电比例也才九趴而已 就是税修的比例这么高 管理上面看来 有很大的要改革的空间 可是因为这次的电验法 让台电有更大的这个的权利 现在的这个执政党都已经管不了 目前的这样的传统能源公司 我不知道电验法修法以后 还有什么可能 我试着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很失望的是 就是2016年的这个电验法 小英说要支持再生能源的政策 跟在国民党时代 马英九在2015年所通过的这个电验法 我们来比较一下 从长网分离这件事情来看 马英九时代的这个长网分离 其实已经分开了 所以那个蔡英文总统 他的这个长网分离的政策 其实是现在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当然在这个长网分离的部分 马英九时代的这个电验法 其实还是比较优秀的 那第二个呢 从这个因为长网分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元开放的 这个电力市场这件事情呢 那当然在2015年7月的 马英九的时代的这个电验法 其实是比较进步的 反而是现在我们看到 昨天通过的电验法是看不到的 有关于职工跟代数的部分 我们是其实看到 再生人员的竞争力 在因为这样子分离的情况之下 这开放市场 它是有竞争力的 是可行的 那在目前的情况下 因为再生人员的这个竞争力 不如传统的电力 所以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期待 有多少的这个 再生人员业者 在透过这样子 职工跟代数的情况之下 再跟传统的电力 能够有竞争 所以这个其实是不可行的 这个还是 去年的这个国民党的版本 是比较优秀的 另外就是有关于电力管制机关 去年的版本的时候 是在二级的电力管制机关 我们民间团体在这个供应会上面 也提了非常多是 这个电力管制机关 它的角色是这么的重要 所以至少要在二级以上 可是我们很遗憾的 看到电力管制机关 还是保留在这个三级的 这样的机构 不知道到底能够去 扮演多重要的角色 去管理我们未来的这个电力 好 有关于这个立法主导的部分 我们看到去年行政院 他在修法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其实是很独立的 他不太受到这个台电的干预 可是今年我们很遗憾的 在整个的修法过程 从行政院的版本的提供 一直到立法院 我们都看到非常多台电 在这个干涉的这个影子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也一样 是在公民党的这个时代的电业法 反而是比较优秀 所以整个从这个五个面向来看 我们很遗憾的发现 在脑轮替以后 在电业法的角度来看 其实这个的版本 民进党所谓的开放进步的 民进党的电业法的版本 还不如马英九时代 国民党的这个电业法的版本 所以我们希望 当然我们除了在批评以外 我们还是希望 在院会进入协商之前 能够补足 第一个就是说 有关于这个再生能源 要提供一定的这个 倍短容量的事情 希望能够 不管是在 政党协商 或在院会的时候 能够赶快 补破网 能够 不要再让再生能源 去负担这个备用容量 然后 这个 有关于这个 输配电 是应该是由 电力调度 由这个输配业者负责 不应该是由 呃 再生能源负责 那另外 在我们 如果说要再生能源 负担 呃 备用容量的情况 我们 我们同意 如果说它在超过 百分之二十的占比 今天如果已经达到 这个占比的话 再生能源当然 则无旁在可以一起去 负担这样的义务 所以我们建议在 再生能源占比 还没有到百分之二十的 政策目标之前 应该用 国家最大的力量去 扶植跟 呃 鼓励再生能源的发展 让大家都一起来 呃 支持再生能源 才有可能去解决 现在目前核能 跟火力发电造成的 我们台湾的困境 这是以下我们的呼吁 呃 呃 呃 我们 这个话题也靠过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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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新政府妥协 再生能源难为 新政府妥协 再生能源难为 第二个是 电力架构geld 電力架构垂断 电力架构垄断 自由竞争无望 自由竞争无望 每看 請多我們來繼續 其實參加的還有看守臺灣協會 臺灣北社等 接下來我們請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 徐光榮教授 理事長 發言 他也有書面資料 各位女士貴先生 其實昨天一讀通過之後 就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出現 他說我們這個電業法 已經五十年沒有修過 重要的條文了 所以好不容易等到了一個新的法出現 那這件事情可喜可賀嗎 這個是小英政府的另外一個所謂的成就嗎 那你有一位立法委員說 這是歷史上向前賣的一大布 可能嗎 大家想想看 馬英九那個時候把圓環拆掉 他也認為他向前賣了一大布 對不對 蓋了一個四不像的東西 然後呢十幾年之後 不得已又拆掉了 這個電業法修法 不是舊的丟掉了之後 蓋出來的新的一定是好的 你要看我們要修的目的是什麼 隨便蓋一個是比蓋一個 馬英九那時候蓋圓環還要糟糕 好那我要先強調一點 我們這個行政院的版其實就是所謂的台電公司電力法 所以大家要記住這個不是行政院的版本不是我們國家的版本 這個是台灣電力公司電業法 所以請大家以後寫的時候 都記得這個版本叫做台灣電力公司電業法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裡面的第六條就特別把台灣電力公司的名字寫在裡面 為了保留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整體性 並達成穩定供電的目標 世界上很少有法律把一個這個公司的名字放在法律裡面 就表示說這個法只要存在的時候這公司就不能破產 好那剛剛前前面也有這個先進有提到 台灣電力公司的電業法其實是壓抑再生能源 好為什麼呢 剛剛有提到這個法的第27條 就是說發電業跟受電業要有備用 適當的備用供電容量 我不管其他的 我也不來討論再生能源 今天假如我們把核電公司獨立出來 請問核一廠去哪裡找備用容量 他要去再買一個核能機組放在那裡備用嗎 不可能嘛 所以不要再歸咎說再生能源什麼穩定不穩定 本來這個備用容量是各種電力公司 大家一起來的 不同的不同的發電形式有的在休息 有的要在維修 他可以當作備用 不是所有你單一的發電業只要去準備備用容量 這只是造成效率的低落 這個投資的浪費了 所以不是這個這個法條是非常奇怪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是售電業他要去買的時候 他要去買的時候就買足備用容量 那個備用容量要看時間等等等等 那我們台灣向來百分之百能源進口 我們就不要講那個幾乎像快要到零的風加太陽能 那我們這40年也沒有想要增加 努力的增加我們自有能源的配比 自有能源的佔比 那許多國家比我們過去跟我們差不多 人家現在自產能源的比例越來越高 另外一點就是我們的台灣電力公司電業法 其實是圖幣財團 然後演示這個台電經營不散的這個現象 為什麼呢 在過去的時候我們說台電虧損連連 那一直要漲電價的時候 我們去查了台速器電跟和平火力電廠 這兩個大的燃煤電廠 它的稅後盡力可以高達24%到26% 那個時候台電虧損連連 那我們這個法案呢 裡面就有保障這些利益團體 讓特別寫出來當它的盡力超過25%的時候等等等等 現在哪一個事業可以有25%的盡力 這個法修下去就是維持既有的勢力 那維持既有勢力對台電有什麼好處呢 就沒有人去跟它正面的競爭 所以大家看不出來台電的沒有效率 這個是它最想要做的 那我認為其實現在台灣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電力上面出了很多的問題 譬如說我們的再生能源發展非常的遲緩 台電公司不時的威脅我們可能缺電 這個這些問題呢 都是因為現在我們的架構 結果呢 我們不再去 我們不去處理台電的本身的經營的問題 不去解開這個現有的困境 現在的這個台電電業法 荒腔走掉 只為了修法而修法 只有權謀 他們有他們為什麼這個時候要過的權謀 沒有遠見 那我們知道前朝的這個政客 在原地蓋了一個圓形的建築 就叫做圓環 我們現在的電業法跟這個非常的像 只是更糟 那我們認為電業法 假如這個台電的電業法 真正的通過了之後 就會讓台電 合法的永遠操縱台灣的未來 那待會呢 假如還有時間 我就會跟各位報告 台電公司 他經營有哪些主要的問題 好 謝謝 我想 電對台灣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人員 我們知道呢 我們台灣的人員呢 有百分之五十是由電來的 百分之五十 你說在歐洲的話 他們大概百分之二十幾而已 他們只有百分之二十幾而已 用電 作為我們人員的來源 所以呢 這個電業法這樣一修下去呢 就像剛剛錫光老師講的 讓台電一直做到一直做到呢 他最後變成一個大怪獸 那我們真的是沒辦法控制 這個是我們政府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再來我們請二保聯盟創委會會長 石俊平教授 我們在這個 我們環環版 修電業法 詩老師或是王土花教授 一直在很多的著力 我們的 這個這個這個也是一大本 那一大本 這樣的電業法的案 當然送到電禮 那不被可以說支持了 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提案上去 那這部分呢 我們表示遺憾 甚至覺得非常的憤怒 我們也知道有很多專家學者 他們甚至說不敢明白表示 或是站出來 他們在第二次的這個工廳會 UIN工廳會 裡面有很多的簡報資料 都在談如何的改變 讓它更能夠自由化競爭 更提升效率 一個新的產業 澳洲 日本在今年事業開動 整個的自由化 台灣已經落後這麼一個嚴重的狀況 那接下來 我們要來打斷 那各位記者 你是先生 各位來賓 我們現在要找 那 有關這個電業法 劉會長剛剛有提到 法總議事實上已經關心二三十年了 二三十年的時間 不是今年開始了 當然這個我們這一次也針對 這個電業法修正案 也提出了版本 但是很遺憾的 我們這個版本 在立法院要提案的 這個過程裡面 那麼很多人 就是有找到這個連署人的困難 那最後當然也沒有這個 立案去併案審查 那當然現在在這個 一讀已經出了這個委員會之後 伺候還有這個機會 當然我們是期待的 看這個委員會的這些 這個我們的選出來的 這個民意代表們 是不是好好 也再考慮一下 反本這個心血的這個結晶 那我想這個電業制約法 當然是希望能夠在台灣建立 一個自由而有效率的 能夠讓人民能夠享受到 應有的這個用電的權利 那這樣一個目的 這個在目前通過 一讀通過這個版本裡面 事實上我們是看不到的啦 那麼當然有人說這次是綠電先行 那麼其他還沒有做到的部分 我們在慢慢的用跑馬拉松的 這個精神慢慢把它跑到 但是我想人的生命也是有限 馬拉松也不能跑太長 那如果把這個目前的這個電業法 來這樣的一個修正的版本來看 要做到綠電先行 我們是覺得可能是達不到這樣的一個 運氣目標啦 那依照沒有修的 還沒有修的這個電業法來看的話 要讓綠電能夠做得好 事實上是有辦法的啦 因為目前的這個電業法裡面 不管這個化電啊 輸電啊或者塑電啊 事實上這個只要政府 中央出管機關 地方出管機關 不同意 事實上都可以啦 沒有說不可以啦 只是說中央主管機關 他不同意 那當然就沒有辦法 那中央主管機關要願意 讓你這個 比如說栽生能源業者 我們就可以去子宮 或者是我們就是優先幫你代書 這個都可以做得到 你只要中央主管願意的話 那所以我想現行的這個電業法 那麼它的問題主要就是 它的這個自由化的這個程度是不夠 就是說很多事情都變成要中央主管機關 用命令 依法 還有核准核准這樣 很多的管制 那我們就希望能夠修法讓這個管制 不要那麼多讓這個自由競爭的這個精神 能夠進去 那在自由競爭的情況之下 又有一定的這個規矩 大家可以按照遊戲規則這樣來進行 那 但是我們目前還看不到這樣的情況 反而是看到剛剛幾位先進所講的 反而是保障了台電壟斷的一個地位 像這個把台電公司的名稱把它立法進去 那 另外 另外 對於這個 一些這個在燃燃燃花店業者 做了這個備用容量的這個規定 這些 是 一些非常不妥當的一些規定在裡面 那當然如果你再細就它裡面的條文 也是有很多不妥當之處 像這個文字上面的這個瑕疵 還有這個語意不清的地方也蠻多的 舉個例 像第二條它寫到發電業 它說發電業是設置主要發電設備 以銷售電燃之非公用事業 這句話裡面我就覺得瑕疵很多 因為這個發電業怎麼是 是銷售電燃呢 這是應該是售電業吧 那這一句發電業的這個定義裡面 它弱掉了生產電力 這一個重要的部分 發電業是設置主要發電設備生產電能 以工銷售之用 那是產電的 那這個產的電 然後後續才是這個去 塑電業去銷售 像這個它就沒有把它寫對 那它這個什麼叫做 這個主要發電設備 它還弄出什麼叫原動機 它忘了它是能源裝置的原動機 所以這個也是語意不清 那很多說再生能量的定義是什麼 然後它說是再生能量發展條例 第三條所定的再生能量 或其它等等 但是這個是重複了 就是再生能量第三條 事實上已經盤蓋了這些 那我想像這樣的 語意不清的地方也蠻多的 像什麼便利開發的這個協助金 這個協助金 這個到底是誰要來管理的 看不出來 有個部分寫說 中央主管機關要來訂定 還有有的短本寫說 由這個 這個業者要來提出 然後 經由中央主管機關去核定 等等 我想很多地方 如果去 各位如果有時間去敘舊的話 事實上是有很多這個 文字的瑕疵 那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 我們這個 立法院 不要那麼這個匆忙的 想要把它刪讀 要好好的 再 邀請 這個 相關的這個 關心的團體 好好再 討論一下 我們期待 有更為能享的版本 謝謝 謝謝 謝謝施老師 前會長 施老師的教授專業 調文字 大概二十分吧 這個分數檔下來 大概得到五、九分 我剛剛 我剛剛看這個便利自由化的這個 六項組 大概水平分割市場機制 市場輪入電力代輸 競爭機制 價格透明 這個林慧銘教授 大概只有一個電力代輸 好像還比較容易上手 其他都是零分 這樣才二十分 就是說在這麼多 很可以來調整 改變 完全沒辦法上來 沒辦法去把它入網 即使妥協性了一下 偷一點時間 那麼 真正的可以講到電力交易平台 只有十一條 修正版十一條 十一條說 應設立電力交易平台 但是 他是在長晚分工後 長晚分工後 大概又要九年之後 所以 那時候 真的 替爹 已經找到大家了 好 那 我不知道看出台灣 憲律部長有沒有發言 還是 台灣北社 還是 那我們 我稍微講一下 好 最後呢 我在這裡要 故意一下 就像剛剛施老師講的 這一部電業法 不是妥協版 是台電版 是退步版 所以 我們希望立法院 不用急 不用急 慢慢的 再跟環保團體 再好好的協商 其實我們 如果 要照這部法 照他們想法 再生的人先行 用現在的電業法 只要主管機關 願意 就是他的意識力 他願意做的話 就一定要做得到的 所以 我們希望 這是我們的呼應 不要通過 這一部電業法 這是我們 最大的希望 這樣子 我們再前 那個 高雲平 也是來 我稍微補充兩點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知道 依據這個 國家能源科技計畫 2013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在化石燃料上面的 總直接補充貼金額 就是397億元 在那個能源別的比較 它的電力就是 92% 那 在補助類型的區分上面 消費者的這個補貼 達到98%以上 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 以 對這個傳統的這個電力 尤其是化石燃料 我們都知道這是高污染的 這樣子的這個 能源的這種電力補貼 是這麼的高 目前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再生能源發展基金 給予再生能源補貼 大概不到7億元 在這個的情形下 從來沒有看過說 有人要給予再生能源 公平的這個對待 那 反而是呢 在職工代書的義務上面 要希望的尋求公平 其實這個就是在 扼殺跟歧視再生能源 第二個 剛才 因為剛好那個 劉老師有說過 就是說 長網分離這件事情 原來這版本是說長網分離 現在居然是說長網分工 其實那個是很不一樣的 長網分離 我們就知道說 原來這個是長網 它是變成這兩個獨立的公司 長到分工 那可能就是一個公司 只是進行分工而已 所以我們覺得還蠻可怕 怎麼會突然長網分離 會變成長網分工 這聽起來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大陸的這個用紙 就變成跑到我們的電業法裡面 我覺得這個同大陸的稍微註明一下 那媽媽就是 鶴電廠 徐教授 請提的是什麼 我其實要跟各位提一下 我們台灣電力公司呢 天天 居然到了 快冬天的時候 還告訴大家 會可能缺電 其實這是台電一向的陰謀 我認為這是台電一向的陰謀 我們沒有會缺電的狀況 會缺電呢 就是台電公司故意的 台電公司有幾項重大的 在管理經營方面的缺失 第一個呢 其實我這件事情已經講了很多年了 就是發電的效率很差 大家 民營的燃煤電廠 民營的天然氣電廠 每發一度電都比台電公司的燃煤 或者是天然氣電廠少用10%的燃料 就是台電公司每發一度電就比人家要多用10%的燃料 所以假如台電公司的效率 這是過去20多年來都是這個樣子 假如台電公司的效率可以提升到跟民營電廠一樣 我們每年可以省下200到250億的燃料費 或者我們會多發出5%的電 這是一個很大的差距 第二下 我們台灣的發電裝置容量有多少呢 48.7GW 我們夏天尖峰呢 到現在還沒有最多最多的時候 大概只有37GW 為什麼會缺電 為什麼會缺電 設備比這個要多很多 我們風加太陽能也不過還不到1.6GW 不到1.5GW 我們現在停掉的核一一號機 跟核二的二號機 加起來也不過1.6GW 所以把這兩個加起來扣掉的話 我們還有多出很多的設備 那現在大家就要應該來好好的檢討 為什麼台電公司天天說可能會缺電 我去查了一下 過去十年 台電公司呢 不論季節 不論月份 都有在做維修 夏天 假如我夏天定 5月中到9月中 叫做夏天的話 2014年的時候 它有2.46個火力電廠 GW的電廠 在做維修 全年9.65GW 2015年被糾正了稍微好一點 夏季的維修減成1.56 但是呢 全年的維修也減少了 這個是什麼意義呢 這個就表示台電的電廠的維修能力 只有這麼多 只能做到這麼多維修 所以它的電廠呢 火力電廠要兩年才輪到一次大修 兩年以上燃煤 天然氣甚至到三年多才維修一次 所以這個機組會有問題出現呢 維修的時間拖太長 因為它的維修能力 結果呢 我們的行政院完全不了解問題的狀況 缺電的時候還要再去租更多 去買更多的設備 你有更多的設備 你沒有辦法維修 問題還是在啊 完全不了解 你有更多的設備 就更多的設備在停滯 留在那裡 沒有辦法動嘛 因為你沒有辦法做維修 所以這件事情也沒有去處理 然後呢 我就發現他們的預算隨便亂編 譬如說他的預算書說 今年要有維修多少個火力機組 三分之一 沒有真正的執行 五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沒有列在上面的 沒有執行 沒有去做維修 預算編假的嗎 好 今年的預算書 應該是去年編的 說 林口火力電廠一號機 今年的一月要運轉 大林火力電廠一號機 今年的七月要運轉 有發生嗎 沒有發生 他去年的時候 編的時候不能掌握進度嗎 顯然沒有 隨便編 也沒有人去究責 也沒有人去處理 還要立一個台灣電力公司電業法 讓保障他的這種蠻橫 繼續繼續 然後不時的用可能缺電來討價還價 現在就開始放可能缺電 所以明年呢 一定用可能缺電來逼 核電廠要繼續運轉嘛 要去再去買更多的設備嘛 好 然後不然就說啊 我們要補貼這麼多 我們要虧損了 好 我們要漲電價了 現在就用再生能源 說再生能源會漲電價 你看美國 美國現在燃煤電廠關了很多 為什麼 核能電廠也關 為什麼 再生能源便宜 加入競爭 還有天然氣 所以燃煤 跟核能電廠都關掉了 什麼叫做再生能源變多的時候會漲價 完全是騙人的 所以我 其實我的剛剛 跟各位講的 就是台電的電業法過關 就是綁架恐嚇全民的開始 所以我們等了五十年的修法 等到的是一隻鱷魚 會把我們吃掉 好 跟各位報告到這裡 謝謝 謝謝徐教授 謝謝老師 不錯 其實如果講 這個六千一年賣電可以賺到一百億 和平電廠花年的也可以一百億 台電不是今年報的講 不管是什麼原因啦 能源價格太容易了五六百億 所以這個部分 都是 能夠作為 再改 調整結構一個很好的時機 也是一個 建立一個適當的機制 讓全民來參與跟共享 其實今天我們的電業法 對這個電業法 亂修全民遭殃 為什麼遭殃 看到我們今天最後一句話 我們非常擔心台灣將落後 敗亡下去 這個就是我們最擔心的 我們整個社會 整個產業 整個的力量產業等 都沒辦法這樣順利的成長起來 這就是最遺憾 最悲哀的事 我們一樣呼籲這本電話 不要讓它通過 立法院或是行政院 或是社會各界 大家繼續關心跟注意 我想還是留一個Q&A 大家道歉好時間也 好 讓我們去 那個電業法 現在的電業法跟那個 再生能源條例 有沒有漢格的問題啊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問題 還沒有問題啊 那現在的問題是這樣子 假如你要持賣 你就沒有等夠分離 所以其實 其實再生能源業者 大概不會直接賣 他會直接賣給台電 價錢比較好 假如他自己直賣 可能要負責運那個 代輸輸送的費用 然後他賣的價錢 應該是會被現在有的 等夠費率要來的低 所以我不覺得有任何的 再生能源業者會直賣 除了 除非 他是要在這個 為了 對 為了自己 為了自己 或者是國際公司 據說有國際公司 想要有綠電 好 所以除了他自己 產生自己賣給自己之外 我相信 沒有一般的業者 或者一般小的 再生能源發電 會透過這個 去起來 所以這個 不是為了 一般的再生能源業者 去做的 好 那還有其他 謝謝 剛剛有說那個 除能的問題 上次在台下 舉辦的那個 座談會 徐老師也在 對 有一個那個 電動車 聯盟理事長 陳仁達 他說 其實現在太陽能板 好像都有裝設除能設備 因為那時候我們沒有聽得清楚 可是他意思是說 除能是做得到 不是做不到 這個 醫生給我 謝謝 兩三個禮拜以前 有去參加那個 控 控二十個 我們也有 我們也有談到這個問題 那 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當然就是說 現在沒辦法大量除能 除能 那 現在唯一能夠除能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 抽系發電 就是把水 水庫下面 做個細水池 然後把水抽到上面水庫 然後 中午西要的時候 再下來水力發電 現在唯一 大量的大概只有這樣子 那 現在的做法 當然就是希望家父除能 就是每個家庭除能 剛剛講說太陽能都有除能 沒錯 我們也幫助了幾個社區 做太陽能板 他都有個除能 好 那這個除能 基本上就是說 第一個除能的電池 費用高 第二個 他效率不好 那效率不好 所以呢 現在家父的除能 如果說你自己做太陽能板 你當然會有個除能設備 但是這個除能設備 可能還是不夠了 還不夠好 就對了 我應該這樣講 還不夠好 那 在當時呢 我們討論的時候 是有人就提出說 就用電動車的 因為現在電動車慢慢發達 他說將來的 電動車慢慢發達了 那電動車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電動車最大的問題是 它快速充電 它快速充電 但是它快速充電電池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呢 它的效果就不好 快速充電這個效果就不好了 然後是有人建議說 把這個電動車的這個 這個 這個電池呢 已經變得不好的電池呢 拿到家裡來用 因為家裡的除能 你不需要說快速嘛 你不需要說三十分鐘四十分鐘就要充電啦 不需要啊 它可以三個小時四個小時充電 白天嘛 就充電嘛 是有這樣子啦 那再來的話呢 當然現在大家都在研究啦 像 我們腳踏也有在研究說 就是把水分裂解嘛 把水裂解 那這個都還是在研究階段啦 對啊 就是說 它有大量的這種除能的設備 就是說 目前來看技術 還沒有成熟到商業的這個階段 這樣子 謝謝 我們媒體記者是還有指教 好 不然我們就 好 謝謝大家 我們的記者會就到這裡 非常感謝今天來參加的所有團體 我可能要說 還有很多 希望參加想參加的團體 或個人或學界 今天是沒辦法在現場 那我們的抗議活動 還會持續下去 謝謝大家 謝謝代表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